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麦当劳之前停手焦糖奶茶,引来许多网友抱怨,最近网络又传出摇摇薯条将付出,不过据麦当劳官方讯息,这次将推出的并非摇摇薯条,而是新产品摇摇乐鸡腿牌。 综合报道指出,麦当劳将从28日起推出全新的摇摇乐鸡腿牌,单下与过去五股鸡腿牌相同,但会免费附赇摇摇粉,而相较于过去的五股鸡腿牌,摇摇鸡腿牌如果不加摇摇粉,口味会比较清爽,而且摇摇乐鸡腿牌将会长期推出。 目前有海苔与葱腿牌口味摇摇粉可选,未来还会推出更多口味的摇摇粉,不过多数网友都对摇摇乐鸡腿牌不敢进去,五股,粉完全不吸引人,鸡腿牌贵又难吃,更有许多网友一想好创意吃法,要让平瘦的摇摇薯条重生,已经准备好拿粉去摇薯条了,XD,我要拿去摇薯条。